王柏志挑战菲律宾常人 记者林郑坤社 记者廖宇伟新北报道 第四十届琼斯杯国际篮球邀请赛 台湾白与菲律宾的未来希望对决 旅美小将高国豪轰下全队最高16分 林俊吉也贡献15分 可惜篮板球33比52完全均于劣势 中场64比87惨败 本届琼斯杯吞下二连败 请继续往下阅读 首日无拘常人镇加拿大的空卫林俊吉 队上菲律宾开赛就火力全开 首节三分球三投全进 狂砍13分 一人力抗非国大军 可惜队友火力支援不足 首节以20.26分小福落后 备受期待的未来新兴高国豪于次节替补上阵 单纲主控 但节奏未能掌控好 遭菲律宾拉出12比2的强攻 台湾白锦锡换上林俊吉灭火 才稳住战局 可惜上半场台湾命中率不佳 两分球22投金物中 远不及菲律宾46.2%的命中率 陷入15分落后 上半场低潮的高国豪于第三节苏醒 单纲两级大豪三分球 唤醒球队士气 他单截进仗12分 陈冠义则贡献5分 但防守仍挡不住非国攻势 双方单截战成19平手 台湾无法缩小败分 莫杰 菲律宾拉出10比3的攻势 分差瞬间拉开至20分以上 胜负底定 台湾白吞下二连败 明晚7点将上演台湾内战 蓝 白两对兄弟戏强 赖廷温拉杆上蓝 记者林郑昆社 王百志上蓝时 菲律宾卡库犯规 记者林郑昆社 林俊吉上蓝得分 记者林郑昆社 林廷签外线跳投 记者林郑昆社 菲律宾卡库在孙思瑶签拉下篮板球 记者林郑昆社 高国豪第三节结束前投进压上三分球 记者林郑昆社 高国豪第三节结束前投进压上三分球 记者林郑昆社 陈玉瑞超球得手 记者林郑昆社 菲律宾弗迪南德 记者林郑昆社 冡昆社 朕 若 林郑昆社 林郑昆社 林郑村出入了 林郑田